好家庭联播网 中部地区 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本能 驱使我们义无反顾 回到最初 生长的乡土 这过程并不温柔 却能做更多 温暖的故乡事 你也搭上了吗 Take me home 返乡巡回列车 我是返乡人 一封健康鱼菜 共生农场 除了坐在办公桌前 终日焦头烂额 在实验室与办公室两头跑 如果哪天您累了 是否还记得当初的理想 与兴趣 而你会选择继续坐在办公桌前 做梦又或是另一条 新的人生大道 在桃园关音乡 这里有个鱼菜共生的农场 农场主人 以鱼菜共生的方式 打造自己的竹梦天地 从鱼下了饲养 到发现鱼菜共生的农法 鱼产出健康的鱼菜 让他将满腹的心得与想法 在辞掉工作后开始行动 实践 从普通上班族 回到日出而坐 日落而习的 农鱼养殖生活 夫妻俩从城市回到乡村 就此展开自己的鱼菜共生大门 关于一封健康鱼菜共生农场 年轻夫妇的返乡故事 就让我们一同继续听下去 FM97.7 古典音乐台 欢迎您收听的是 Take Me Home 返乡寻回列车 每周日的下午两点钟 感谢您再度回到的是 FM97.7 古典音乐台 我是Harina 在这个节目当中 即将会带领您 像是搭火车一般 一站又一站地 抵达每一个不同的目的地 一起听见 不同的返乡青年 或者是地方的故事 那么在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 我们的火车 列车来到的是桃园 我们今天邀访到了 义丰健康鱼菜共生的农场负责人 郑伟来到节目当中 哈喽 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主持人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哈喽 很开心今天 特别从桃园下来台中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是 在我们先从这个 还没有回乡之前的 简单的经历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 之前是在 可能做些什么样子 相关的工作吗 还是 这个部分我可能 稍微比较有点转折 其实我本身是学养殖的 但是养殖 好像跟鱼菜共生有点关系 可是其实我中间跑去做了 大概五年的 软体工程师 哇 还蛮不同的领域哦 然后后来做了一阵子之后 A才想说回来 再来做自己的本行 这样子 当初会是怎么样子的原因 就是什么契机会让你决定 要回来做这一块呢 其实当时做软体工程师 其实也是一方面 因为刚毕业 其实找工作 然后再加上薪水 其实不是这么的好 对那你刚开始怎么会 既然你做水产养殖业 怎么当初没有直接投入 反而是换了一个不同 对所以说 因为刚好自己 对写程师也不排斥 所以又去进修 那进修完了之后 就出来找工作 也蛮顺利的 然后就开始进入 这个软体工程师行业 他大概做就做 发现每天朝九晚九 哇真的是辛苦 软体工程师 大家真的是都蛮辛苦 很多这些业务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除了时间长以外 其实还有压力也蛮大的 因为有时间上的压力 那个案子结案的压力 所以说做久了 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然后而且整天 虽然12个小时工作时间 大概9小时到10小时 可能你都是在位置上 一直打电脑 一直很辛苦 埋头苦干这样子 对看一幕这样子 那觉得身体也不是很好 那他决定说 回来做自己的本行这样子 就等于是也是经历过 至少有经历过嘛 那可能在这过程当中 慢慢去思考到自己或许 想要的是什么 或是不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才回头进入到原本自己的本业 那一刚开始是怎么样子投入的呢 就是像鱼菜共生这个概念 其实在您目前也是回乡 大概多久的时间 我做鱼菜共生到现在大概7年 7年前那7年前呢 是一刚开始决定回乡的时候 就决定要做鱼菜共生这一块吗 还是说是什么样子 之前决定要回来做养殖之后 就开始再去做功课啦 找资料 因为我转行了 那一段时间空白了 所以我再回去把一些资料衔接起来 那后来就无意间发现到 鱼菜共生这个农法 在7、8年前那个时候 其实台湾还没什么人在做鱼菜共生 所以当时的资料都是国外的 所以说要去国外找资料回来 试大地这样子 了解 那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 就是鱼菜共生的这一个农法 它的系统或是它的概念是什么 它基本原理就是说 我们利用养鱼的废水的排泄物 可能初步的收集 然后经过初步的分解 就是微生物的分解完之后 它会变成植物需要的养分 就有点像是堆肥的那种概念吗 对 类似 但是在养殖的时候 这一个东西就丢掉了 但是我们今天在鱼菜共生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东西 就是导到菜那边去 让菜去做分解 让菜去分解吸收 那它就长大了 我们的是利用水来做循环 所以这个水里面的脏东西就被净化 那这干净的水又回来鱼这边 那所以鱼菜共生主要概念是这样 那会跟传统养殖或是耕种不太一样 就刚刚提到 传统的养殖它是需要一直换水 而且是蛮大量的换水 那传统的耕作它是需要施肥 那不管你是有机或者是一般农法 它是施有机肥或是化肥 它都是需要施肥的 但是就是说鱼菜共生 我们在讲的所谓的循环农业 这一部分 其实它是批个比较进步的一个方式 那当初鱼菜共生 它这个理念是从哪边引进 或是哪边开始发现这个概念 其实你要追溯这个历史 其实中国可能很早两三千年以前 可能就已经有在做这种做法 但只是说近几年 美国的一个大学 那他们会一开始要做这个东西的问题 是要解决循环水养殖 不要换这么多水 我以为是跟环境保护 或是友善大地这个部分有关 所以它其实一刚开始是要减少这个废水 这些排泄 然后突然发现说 原来它还有一个菜 其实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经济的作物的产出 所以才开始把它稍微把这个流程 就把它建立起来 然后才慢慢的发展起来 那也大概就是说 后来几年就开始 台湾就比较多人在做这样子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鱼菜共生它的好处 或者是它的优缺点吗 如果说就种植的方面来讲的话 我刚刚就提到就是说 养鱼我们不用换水 所以我们等于就是说 我们需要的水就很省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在种植部分 我们不需要额外的施肥 所以我们就省了肥料肥药 然后再来就是说 整体因为我们是鱼跟菜 是连在一起的一个系统 所以说你单方面 如果去做喷药或是治疗的动作 你都会去影响到另外一方 所以所有的头药治疗 喷药统统不能做 那万一如果其中有一颗蔬菜 它生病了怎么办 丢掉 直接就直接舍弃它 所以这个观念会跟我们一般的养殖 或是种植的观念有点不太一样 那当然这个对消费者来讲是好的 但是对种植来讲是 很心疼的一件事情 对是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种了这么多菜 养了这么多鱼 它难免还是会生病 那比较大鱼生病的话 就不能丢掉了 因为鱼的话 我们是把它隔离起来 治疗 治疗好了之后才把它放回去 所以说在治疗这部分 我们可能还是会做一些药物的治疗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 因为本身我就是做这个 所以我一定是使用 这个政府认可的一些药物去做治疗 治疗好了之后 再把它放回系统里 那菜的部分的话 因为如果你能够很认真的 每天去寻尝抓虫 虫是要人工抓虫的话 你可能它的虫害问题 就会比较少 你发现可能只是一个小区域 或者是说你可能一开始 可能只发现了一棵菜这样子 那你把它弄掉就解决了 今天如果你比较懒惰 没有专心去寻尝 当它是整间温室 都已经扩散的时候 那你可能整间温室都要舍弃 那像你们在这个温室 因为其实我蛮好奇的是 一般在说病虫害 很多是比像露天的会更多嘛 那温室里面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温室也会有 因为温室它主要只能隔绝大型的鹅类 就是说我们说的毛毛虫啊 那一类型的 但是小型的像牙虫 或者是叶满 红蜘蛛这一类型 它还是会透过网子跑进来 那它们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危害 会吃叶子 然后让它们生病之类的吗 第一个菜会长不好 再来就是说上面有虫 尤其是牙虫 如果你有看过那个图片 有那种密集恐惧症的人 就不要看了 会很恐怖这样 因为那个牙虫会很密密麻麻的 然后就很恶心这样 会起鸡皮疙瘩 所以这种商品客人就不会要 而且它的扩散速度非常快 所以说 其实我们在做温室里面 比较怕的就是牙虫 这个东西 就是我现在做鱼菜公司的里面以来 最大的天敌这样 其实你寻常就是在寻那个牙虫 而且还要用徒手 直接去做那个处理这样子 对就是你发现到 马上就要把它递除 那你们主要现在目前的 在做的这些鱼菜公司的植物 大部分是哪些品项呢 我先讲 我是没有任何种植背景 虽然说我会养鱼 但是我没有任何种植背景 所以其实在前面两三年 我是一直在努力的增加自己的种植经验 所以市面上可以看到任何的植物的经济作物 我大概都种过 包括叶菜类 每个都试过的 对对对 叶菜类啊 水果 哈密瓜 番茄 甜椒 这类型我都试过 那我现在的主要的作物是叶菜类啦 生菜 短期叶菜类 那其实像果啊 番茄 甜椒 哈密瓜 这类型的 这种也可以 用一菜共生的方式吗 它也可以做 但是就是说 它的技术门槛又更高 对 因为像哈密瓜这种比较大一些些的 对 大型的植物 它算是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扒腾植物嘛 它是比较长时间的 像叶菜类可能是 40天50天就熟了 那这种扒腾 大型的可能 像瓜 哈密瓜可能要150天 就对时间拉长 那像甜椒或甜椒它可以一年 那它可能是200多天 所以说它的技术性门槛又更高 对 了解 鱼菜共生它现在目前这样的状况啊 它会对生态来说 会有什么样子的优势 或者说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就是目前的状况来说 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优势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排放的水是很少的 因为如果说你是养殖业者 你把这些分辨水排出去 其实它是一个很带氧 很丰富氧分的一个排泄物 那你排出去 其实对于环境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有氧化的疑虑 问题 对 那蔬菜的话 就是说 有一些土地 假设 可能比较久之前有听过 它是被中金属污染了 等等的土地 它没有办法跟种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所谓的设施农业 我们不要种在土里面 我们是种在我们的器材上面 那经由水的这种方式去种 那它其实是可以耕作的 那让这个土地可以慢慢的去恢复 或者是说 像可能现在你们可能有听过水耕或者是植物工厂 对 水耕有 它们是用易肥 易肥是什么 就是把肥料 调好的化学肥料 直接调在水里面 然后它们也是带有水去 用水去种 种菜 那其实跟我们鱼菜工程有点类似 对 也是需要水的 对 我们是用鱼的分辨经过分解之后去种菜 那它们是直接用化肥的方式 然后去种菜这样子 那但是它们会 它们有一个动作就是说 当这个肥份已经 不够让这个蔬菜使用的时候 它不是说完全消耗掉 可能是某个比例不对的时候 那它就会有个动作 它是把水全部排掉 然后再换一个新 它调好的新的水 所以这个排掉的水 其实它还是有带养分的 对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对 所以它还是会对于这个环境 还是会有一些负荷在 那像你目前做到像现在七年的时间 在做鱼菜工程这个部分 有没有遇过什么样子 你觉得是还蛮大的困难挑战的吗 蛮大的困难挑战 其实一刚开始做事到还好 那一直做到开始有点产量的时候 虫害是当时遇到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虫害 对因为你第一个你必须要了解这个虫的习性 你才能然后还必须要很仔细的观察 不然的话你我们这种不用能要的方式 其实非常就难防止这个虫 因为风险很高 如果没有一不小心的时候 对一不小心 对然后或者是你稍微偷懒一下 对然后可能就好 那这样子会它会受到天后的影响吗 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虫的高峰期会出现 对所以还是会有受天气的影响 了解那你这目前做到现在这样 有没有就是跟你曾经想象过的不一样 跟我想象很大的不一样 真的吗 你当初刚开始是怎么样子的想象的 因为一开始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 农业可能是在土里面嘛 土耕的 土耕然后拿锄头然后等等之类 其实这些我都试过啦 因为然后可能要去除草啊 松土等等撕肥这些 那一开始也想说我们做鱼菜共生应该是 因为我是设施农业 所以我应该不太需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会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那可能就是以前都会看那个网路的影片 他们就是教学的吗 国外的影片 他们就是可能收成的时候就看到 哦就在里面一箱一箱的这样 然后人员就因为他们已经可能已经有自动化 那人员就站在那边 然后就一直做这些动作 然后菜就一箱箱出来就哦好 好像蛮轻松的 好像是这样子对 可是自己开始做了之后发现 嗯好像不是这样 所以万事起头难 所以所有东西你还是要自己先去亲身体验 摸摸看摸索一下 对所以其实我刚才提到说 为什么其实土耕我也下去试过了 因为我才知道说 为什么菜种在土里跟菜种在水里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 然后然后再来就是说 刚提到说后面整个生产的流程 那现在因为那个其实是要有一个规模 然后要投入一些资金 你才有办法建立起这个自动化的流程 那其实我目前是都没有 全部都是自己成功 所以做起来其实是还蛮辛苦的 而且很多都是自己摸索 然后自学而来的嘛 对不对 也是蛮不简单的 其实像当初在一刚开始做的时候应该是 我其实是想象的出来也蛮多困难 因为一刚开始这个概念并不是很普及嘛 在台湾所以又要自己去找文献啦 或者是资料啦 从国外找资料回来 然后开始自己摸索啊 做这些事情 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能够做到今天 那目前想请问的是 像现在目前作物主要是叶菜类嘛 那他们的平均的收成时间 就是像你刚刚提到 就是可能三四十天这样子 就可以直接收成嘛 那主要现在目前他们的通路呢 就是你们会是怎么样子去贩售 或者是可以怎么样子去找到 找到你们的通路 其实我是小农啦 小小农超级小的小农 那因为我自己的步骤是慢慢慢慢的增加 那所以说以我现在的规划 其实我现在的主要客户 大概有两个群组 两个分别啦 一个是餐厅 那一个是我网络销售直接对客户 直接对口对客户 像你们除了就是直接贩售这些 业菜类的给餐厅啦 或者是给客户之外 你们有做一些其他的形式的销售吗 就是比如说像生菜 我们可能会想到 会不会有一些可能生菜盒啦 或者是之类的 一些不同的产品贩售 其实之前有做过生菜盒 因为业菜它可能长到四十天 跟长到六十天其实都可以卖 可是客户就只要四十天了 为什么 比较嫩吗 因为它那个大小 刚刚好你一餐吃 可是长到六十天的时候 那个你要吃两餐 你就会觉得很麻烦 原来是这样 所以它口感上面会有不同吗 还是差 当然六十天的话会稍微 比较没有那么脆嫩 所以说像我今天出菜规格 我也是按照客户的方式 我们去做那个 那你可能四十天 那五十天的菜呢 所以说稍微 多种了一点时间的菜的话 那要怎么办丢掉吗 喂鸡吗 对那自己吃又吃不完 送人家送酒 他就觉得你不要再来 所以当时才想说 我们把它稍微做一个 加工变成生菜盒 然后觉得生菜盒在推 其实还蛮还不错 因为在某一些消费者 他们很需求这个 包括就是以前我的上班族群 这个科技 对上班族群还蛮需要这种 对对对对 那但是就是说 因为做生菜盒 它是一个即时的 马上就可以吃的 对对对 所以说它在卫生安全上面 非常的要求 所以我后来没有做的原因 我也是想说 因为它必须要建立这个 整个流程 那它是一个比较严谨的 不然怕一出问题 就其实是蛮大条的问题 对对 所以我就没有 卫生安全的问题 对我就没有做这一块 那其实它是 我认为是一个蛮好的一条方向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欣赏一段音乐 待会再回来跟您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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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